十字交乘法是专门对付一元二次方程式的一个分解音式的方法 那么我们的话呢 一个要领就是说 我们要把后面这个字分解成两个相乘 中间这个字分解成两个相加 这样子的话呢 刚好能够符合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就用十字交乘法来分解 那么我们就以例子来作为我们的话呢 解说这个技巧的一个方法 来我们看看啊 X二次方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把它写成X乘以X 现在我们来思考的是 两个数字相乘要负五 两个相乘是负五的话呢 一个是五 五一得五 来我写下去 五一得五 可是的话呢 同学要知道的是 相乘要负的 负五 所以的话呢 负号要给谁呢 相加要正四 那么我们就毫无问题的是 相乘负号在负一的这个地方 相乘负五 相加正四 这样OK了 我们打个十字符号 于是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把左边的这个写成 X加五乘上X减一等于零 那么我们的根当然就知道了 根的话呢是X是等于负五 还有一个根是X等于一 那么这样的题目 我来告诉各位同学 要多做 同学才会熟练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例题 好 我们再看看 这题目是差不多的 我们就来想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6 那要怎么样去分解 6可以分成 6一得6 也可以分成 2三得6 那我们的话呢 看一看 这边的话呢 X是X X平方 然后再过来 右边的话呢 2三得6 三得2得6 都没关系 这边是2 这边3 相乘是6 相加是5 那么我们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已经符合了 于是我们的话 就可以把它分解成 X加2 X加3 等于零 相乘等于零 不是这边 前面就是零 要不就是后面是零 那么我们的话 就可以得到 X是负2 要不然的话呢 X是负3 我们继续再介绍一个例题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题目 2X平方 加5X 加3 等于零 那么我们来看看 我们怎么配置 2X平方的话呢 我们没有选择 一个是2X 一个是X 好 我们来看看3 3的话呢 我们要放在哪里才适合呢 我看到了 这边3的话呢 放在上面 1放在下面 31得3 然后这边相乘的时候 我们注意了 相乘了之后 这边乘起来是2X 这边乘起来是3X 然后加起来是5X 完全正确 于是我们这个地方 分解的方法就是2X加3 乘上X加1 等于零 两个相乘等于零 那么X的话呢 就可以解出来了 X的解是负的二分之三 还有一个 X是负1 好 我们的话呢 这样解出来了以后 我们再多看一个例子好了 来我们再来多做一个例子 来看一看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分 这边的话呢 比较简单一点 X就 我们没有选择 现在来看6怎么分 6的话呢 我们分2乘3 不对 因为的话呢 有一个是负号 所以我们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61得6的话呢 负号给谁呢 给1 这样子我们相乘 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X加6 这边是X减1等于零 我们的话呢 就可以知道 X是 负6 要不是X是 正1 那么我们就用四个例题 介绍了十字交乘法的原则 我们去拥有 在X4 上次上次的 那边是X4